1976年,初出茅庐的歌曲之神安德鲁韦伯 以50年代阿根廷第一夫人艾娃贝隆为灵感 创作了一张音乐专辑 专辑中的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以及《奇美悠扬的旋律》和《老朗上口》的歌词 登上了英国单曲排行榜第一 两年后以专辑为蓝本的音乐剧《Evita》 在伦敦西区上映 随后一年登陆百老汇,盛演二十余年 1995年,音乐剧被翻拍为电影 由歌星麦当纳主演 这个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太多西方世界关注的南美第一夫人 却在去世几十年后让自己的名字成为传奇 是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才能那么经久不衰地被传唱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艾娃贝隆的故事 1919年,艾娃出生在离首都布伊诺斯爱丽丝不远的一个埃根廷小镇 但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她的家庭有些特殊,她的母亲是她父亲的情人 也就是说她们一家五个孩子都是私生子 那个年代,婚爱情和私生子现象十分普遍 只是艾娃她们一家更惨一点 她的父亲在妻子的施压下彻底抛弃了她们 只会偶尔给她们一些经济上的补助 在艾娃六岁时,父亲一车祸去世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母亲带着西家五个孩子想参加丈夫的葬礼 却被原配一家羞辱 这一幕深深烙印在年幼艾娃的心中 不少人说,艾娃后来战斗时取之不尽的力量感 都源自对那个家庭和那个阶层的报复的欲望 艾娃在学校里是个平平无奇的孩子 成绩不优异,也不爱出风头 她很早就彻底厌倦了学业 最终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了 但是她依然想出人头地 远离那个她厌恶的小镇 当时好莱坞隐星风靡全国 她很自然地选择了另一条路 到布伊诺斯艾丽丝当演员 16岁,她说服妈妈来到首都闯荡 艾娃外形娇小而柔弱 身高只有一米55 因为长期营养不良 感觉风一吹就能倒 她的五官很清秀 眼神总是带着一点忧郁 而她的声音却粗粒而低沉 和她温热的外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关于演技,她其实毫无演技 对于电影明星这个梦 以她的条件其实是非分之想 她演过一些小角色 大多台词很少,甚至没有台词 几年下来演员之路毫无进展 和她共事过的同事说 艾娃毫不出跳,有时脾气还不好 完全没有想到她后来 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 星星媒介除了电影之外 就是广播 在演员之路处处碰壁之后 艾娃决心去电台发展 她的声音不好听 但是张扬而有辨识度 在她初次得到电台的机会后 便花了很多心思 雕琢自己的嗓音和控制力 渐渐地电台发现她的节目 收听率还不错 她开始有了自己每周固定的节目 讲述历史上著名女性 在其中她扮演过 伊丽莎白衣室 叶卡杰琳娜大帝 群众们听得入迷 艾娃自己也很享受 她心想 如果能体会一下 成为传奇女性的感觉该多好 那时的她虽然以小有名气 但也还只不过是 维诺斯阿里斯云众生中的一个 既无家世背景 又不是达官显贵 更无过人的才华 这个梦想是如此遥无可及 但命运有时就是这样神奇 很快艾娃迎来了她人生中 意想不到的转集 1944年1月22日 阿根廷一个边陲城市地震 人员伤亡和损失惨重 文艺界联合政商界一起行动 举办赠灾一眼和募捐 艾娃作为小有名气的电台主播 出席了其中一场活动 那场活动的重要来宾之一 是胡安贝隆上校 胡安贝隆是当时的老公部长 同时大爱是当年分头震慎的 联合军官集团的灵魂人物 在募捐活动上相识之后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开始频频约会 此时的胡安49岁 比艾娃大整整24岁 她第一任妻子早逝 是个官夫 在那会儿她还有个同居的情妇 在认识艾娃之后 胡安迅速地摆脱了前任 艾娃就成了她的新情妇 情妇一词颇耐人寻味 当时上游社会还没有女朋友的概念 奔着结婚目的去的都叫未婚妻 而艾娃的身份背景 社会地位和胡安相差甚远 即使胡安未婚 艾娃也只能被称作情妇 胡安的认识也清醒得很 认识胡安之后 她满心想的不是当军官太太 而是利用胡安的地位和人脉 帮助她在事业上更进一步 甚至想着 这下说不定有电影来找她当女主角了呢 电影梦呢最终还是没有成 不过因为胡安在各个工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艾娃顺利成章地被选举为电台的工会主席 这使她在电台更说得上话了 除了原本的固定节目 电台还给了她一个新档期 艾娃便利用这个时间段 通过广播给她的男人打扣 用激情澎湃的声音讲述胡安的各种英勇事迹 赞扬她为劳固大众鞠躬尽瘁的辛劳 这段时间艾娃也问过胡安会不会娶她 胡安心里清楚 艾娃是她不可多得可以完全信任的左宝右笔 但是一遇到结婚这样敏感的问题 她还是顾左右而言她 艾娃动时觉得靠男人不如靠自己 于是在工作上更卖力了 1945年事情又迎来了转机 贝龙被反对派抓捕入狱 联合军官集团组织了工会工人上街游行 要求释放胡安 而与此同时艾娃的反应就像一头被激怒的猛兽 她在电台大声疾呼 动员更多的工人们加入支持贝龙先生的游行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胡安仅被关了八天就出狱了 出狱后的胡安感受到民意所向 知道是时候了 她真必一挥建置阿根廷最高宝座总统 而当总统必须得有个夫人 加之胡安在狱中被艾娃的真挚和勇气所感动 于是出狱后第五天 良人就举行了婚礼 艾娃正式成为贝龙夫人 1945年胡安顺利当选 艾娃成为总统夫人 那年她26岁 十年时间艾娃完成了从小镇姑娘到第一夫人的逆袭 成为第一夫人之后 她顿身一种使命感 觉得冥冥中有一种力量 把她推上了这个原本不可能企及的高位 为的是给她机会让她重塑阿根廷 她有野心 也有与野心相匹配的能力 很短的时间内 她成立艾娃基金会 组建了自己的私人内阁 经常一天工作16个小时 她的工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给求人发钱 找她要救济的 她排着队接接 每款工人要求涨30%工资 她直接宣布涨50% 退休工人争取退休金 批了 短短几年 基金会一共建立了近5000座学校 几十万套福利公寓 以及数不清的医院 乌尔院 她执行力超强 总能找到简单又快速的办法 把问题给解决 从不拖泥带水 她没有一个官方职位 但却似乎比她的丈夫做得更多 几年下来 她成了老百姓心中的圣母玛利亚转世 仿佛只要见到她本人 就能时来运转 当然也会闹笑话 有一个铁路工人 说自己要结婚了 问她要一座房子 她给了 第二年又来问她要房子 她又给了 第三年又来三进宫 让人一查才知道 她养了三房老婆 艾娃勃然大怒 说让这个苏丹滚蛋 全给没收了 那么问题来了 贝龙夫妇的钱 是从哪来的呢 艾娃基金会的账 其实从来没有被查清过 钱呢 大体是向各大公司 和资本家抢收的 这其中还有不少 进了贝龙夫妇的私人药包 艾娃虽然是个工作狂 但同时也爱好奢靡的个人生活 她最多的时候 一天可以还20套衣服 每天她的美容师 美发师 美甲师 都会一早到她的客厅报到 她过外皮草 欧洲的大牌服装 她也从来没有觉得 这样的生活 和她劫富济贫的工作 存在任何冲突 那些拥戴她的老百姓 也从来没有想过 他们爱戴的第一夫人 为何总是穿的 这么烛光宝气 艾娃赢得明星的 另一杀手锏 是她的眼角 或许是在电台工作时 练就的功底 艾娃的眼角 一次比一次 有煽动性 她跑遍全国 走入群众之间 不知疲倦地 在各地的广场 大街上 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声音 几年下来 胡安和艾娃的地位 也有了微妙的转变 如果说 佩龙刚当选时 艾娃还不过是她身边的小娇妻小跟班 那么在贝龙的第一个任期 即将结束之时 贝龙夫人的人气 甚至已经盖过了贝龙总统本人 1951年8月 胡安和艾娃在广场 为第二次总统选举造势 数万群众涌入广场 高呼副总统副总统 当然这是一场 事先安排好的狂欢 但是 艾娃的内心 和广场上的欢呼声 一样炙热 如果命运再垂青一次 那么艾娃将成为 阿根廷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甚至也可能是第一位女总统 但是 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 此时的艾娃 已经是一只 即将燃尽的蜡烛 关于艾娃是否知道 自己得了晚期子宫癌 或者说 她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是个谜 后人觉得 胡安很有可能在一开始 就把这个消息给瞒住了 疾病造成的盆腔疼痛 和下体出血 持续折磨着艾娃 她情绪变得极不稳定 暴躁一怒 弄火烧起来 甚至连胡安也骂 她或许也预知了 自己的宿命 更加拼命的工作 几乎不免不休 再次竞选总统的胡安 无论如何也少不了 艾娃这个有力的后盾 艾娃拖着病体 于1951年10月17日 在布伊诺斯艾利斯的 马约广场 像排山倒海般的 劳动群众 做了激情洋溢的演讲 这天被艾娃命名为 终成日 演讲中 艾娃激动地说 以后每年10月17日 我都会赴约 与你们一起度过 让我们一起为背龙而战斗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这或许也是胡安把癌症 埋着艾娃的原因 她要是垮了 那胡安的正直之路 或将终结 1951年11月 胡安顺利地再次当选 1952年6月4日 总统就职日 也是艾娃最后一次 出现在公众面前 此时的她 脸颊凹陷 瘦得像纸片人 医生给她打了 大量的正通剂 并使用了石膏支架 才使她勉强能占领 在阳台上 艾娃向人们挥动 手中的白手帕 这一次也是诀别 1952年7月26日 艾娃没有逃过病痛的折磨 与时长此 终年33岁 在艾娃的葬礼那天 数百万计 布伊诺斯艾利斯的市民 涌上街头 为他们的阿根廷精神领袖哀悼 其造成的混乱 让八人死亡 两千多人受伤 进了医院 胡安甚至艾娃 对她政权的重要性 她在艾娃去世后的第二天 就请来了西班牙 著名解剖学教授 让她为艾娃的遗体 做防腐处理 并打算建一座纪念馆 存放艾娃的不朽的尸体 供民众参观 只是还未等这座纪念馆建成 在艾娃去世两年多之后 胡安的政权便轰然倒台 胡安流亡欧洲 匆忙中 艾娃的遗体没有来得及处理 就这样一晃16年 1971年 远在西班牙马德里避难的 胡安贝隆 突然得到消息 说艾娃的遗体早就不在阿根廷了 她现在被埋在意大利米兰 一个普通的公墓中 胡安于是动用了关系 把遗体从米兰运到他马德里的公寓里 遗体已有部分损坏 这16年间发生了什么 至今是个谜 胡安这时已经再娶 第三任老婆叫伊莎贝拉 她是一名舞女 他们把艾娃的遗体 放在他们家的餐厅里 伊莎贝拉毫无忌讳 每天给艾娃梳头打扮 仿佛这种仪式 能让她吸取到前贝隆夫人的灵气 这位现贝隆夫人 心中燃起了欲望 梦想着重回阿根廷 再现往日贝隆时代的辉煌 而这次站在胡安贝隆身边的 将是她伊莎贝拉 阿根廷政局的动荡 让胡安察觉到了机会 贝隆夫妇于1973年回国 一举夺取了总统和副总统之位 当年艾娃心心念念的副总统之位 伊莎贝拉毫不费力就得到了 她处处仿向艾娃 连发型都和艾娃当年的 标志型发型一样 但是这位新贝隆夫人的 感染力和影响力 远远不如她的前任 她没有艾娃那股劲 没有她的亲和力 没有她的执行力 但她比艾娃多了那么一丝运气 在第三次上任总统后的第二年 胡安阴心脏病突发去世 依据法律 在副总统位置上的伊莎贝拉 被推上了总统之位 她成了阿根廷历史上 第一位女总统 伊莎贝拉上台后 立即命人把艾娃的遗体 运回阿根廷 艾娃终于魂归故土 但或许天无二日 阿根廷不能同时有两位贝隆夫人 艾娃回国后不久 伊莎贝拉的总统之位 又被政变所推翻 总算这次的新政府 善待了艾娃的遗体 把她葬于她家族的墓园中 并加固了她的墓地 以免再发生什么意外 两年后的1976年 安德鲁韦伯的歌曲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问世 随后歌剧《贝隆夫人》上演 像是命中注定般 这位阿根廷的传奇 又将以另一种方式 进入人们的视野 而她的故事 似乎永远不会落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